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界关注习近平通过修改党章突出党内核心地位 中国政治化防疫措施再度升级 新疆 云南要求滞留旅客在当地就业 本代推出习近平这十年系列专题节目 中国知识分子为何自甘为奴 允许俄国富豪游艇停靠 香港无视国际制裁或危及金融中心地位 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0月10号 台湾的总统蔡英文发表双十讲话 其中有关两岸政策的内容引人关注 有学者认为 蔡英文希望在两岸关系上 推出韬光养晦的守城路线 并着重强调台海和平稳定 对全球安全至关重要 以下是本台记者夏小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蔡英文总统在双十庆典发表给世界一个更好的台湾 兼任之岛任性国家为题的谈话 提到乌俄战争持续进行 中国在南海 东海和台海的军事行动 冲击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她提醒绝不能忽视军事的扩张 台湾在变局中要站稳四个坚持的立场 更要在经济产业 社会安全网 民主自由体制 国防战力打造更精实的四大韧性 把中华民国台湾打造成更强韧的国家 是现阶段国家最重要的目标 蔡英文谈话八大重点 两岸和外交放在最后两个部分 她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 是两岸共同的责任 蔡英文说 遗憾的是近年来 蔡英文表示 两岸立场的分歧不仅是历史的因素 更在于民主发展上的背道而驰 蔡英文还说 我要呼吁北京当局 兵容相见 绝对不是两岸的选项 唯有尊重台湾人民 对主权和民主自由的坚持 才是重启两岸良性互动的根本 我们期待 在两岸边境解封之后 能够逐步恢复 两岸人民之间健康有序的交流 进而舒缓台海的紧张情势 与过去提出两岸关系 八字真言 和平对等民主对话 蔡英文今年国庆改变说法 她说 在理性平等及相互尊重之下 我们也愿意和北京当局 寻求双方可以接受 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方法 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这是否意味蔡英文向对岸地 但将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研判 蔡总统自己知道已经是执政的后半 任期剩不到两年 要恢复两岸官方交流的可能性不大 可能因此就不愿在国庆谈话上 对两岸关系多所琢磨 赵春山说 他的主调他先要守城 他现在如果用大陆讲的话的话 他现在要做的只是韬光养晦了 他没有想要奋发有为 美国跟日本这些加强对台湾的外交活动 并没有提供台湾安全的保障 反而激化了中共的反制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他这些问题都避开了 他就是韬光养晦了 然后把内政先要巩固自己 巩固台湾只身的堡垒为处 毛泽东过去不是有一句话吗 你要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你安眠以后才能燃坏 赵春山指出 蔡英文今年对大陆政策几乎没有提 避开不谈 外交也很少琢磨 这是很敏感的时候 中共要开二十大了 美国中期选举也还没有完成 拜登总统对台讲话保持战略模糊 基辛格提出二十大后 中共要改善 调整跟美国的关系等等 赵春山说 其实蔡也是维持一个特别模糊 没有提到两人关系 这点导致蛮出我的意外 因为这个问题面临中共的二十大 在本来之前 它写的国庆 它其实可以先发制 可以采取先发行动 它可以提出一些建议 或者提出一些看法 其实它都没有提 可见什么呢 可见外部的形式 还是很模糊的 因为美国的政策 你也不知道 甚至外交方面也没有提到 我们中美跟美国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 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沈明氏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认为 蔡英文国庆谈话 对北京的态度软中待应 沈明氏说 其实整个基调都是软中待应 就是我不会因为你的同在 我不会因为你的胁迫 然后改变我的立场 放弃我的民主自由 或者是放弃整个国家任性 或者是对国防的这个强化 但是诚挚地呼吁你 这个台海的和平稳定 应该是双方要坐下来谈 或者是双方找一个更好的方式 来维持台海的稳定 因为台海的稳定 对整个印太区域 对这个全球是非常重要的 沈明氏认为 过去八字真言互不隶属 没有必要讲 这个就是事实 沈明氏提到 今年国庆特殊的背景局势 包括乌俄战争 佩洛西访台之后 中共对台围台军演 台海以及台湾的情势 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台湾的民主发展 在国际供应链扮演的角色 更受到国际的关注 沈明氏说 赵春山提到 蔡英文的谈话偏重 强化台湾认同 而不是中华民国认同 她反问 双十庆典英文翻译为ROC 也就是中华民国 或是台湾 台湾都引起争论 这要怎么团结 沈明氏则认为 英文翻译台湾是一种识别 因为外国人经常搞不清 ROC或是PRC的差别 此次双十庆典唱国歌的时候 直播出现了三个现场画面 除了总统府前的中枢庆典 另外有马祖东影的军民 高雄左营海军在鸵江舰前 挥舞青天白日红旗 营造首土卫国的主题 网上直播双十庆典 涌入了大量的简体字留言 当蔡英文致辞开始 有繁体字留言称台湾队长 另外也有简体字留言说 有请村长 伴随中国军演导致台海紧张局势 日趋升级 以及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 谋求连任后的对台政策 引发外界关注 有美国前官员警告说 北京争夺世界霸权的第一步 将是吞并台湾 而国际社会应对台湾 做出更为清晰的安全承诺 以下是本台记者唐元元的报道 自美国中英院议长佩洛西 今年八月到访台湾后 中国围绕台湾进行了 空前规模的军事演习 台海紧张局势再次升温 台湾的总统蔡英文 本周一在双十节讲话中警告说 台海的和平稳定 对全球安全至关重要 外界普遍认为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 将在本月召开的二十大上 打破党内惯例 通过连任第三届国家主席任期 进一步集中个人权力 面对经济下滑和美中竞争等内忧外患 习近平是否会借对台动物 削减在国内不利的政治压力 令人担忧 在美国具库兰德公司 本周一举行的研讨会上 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 警告说战争之所以会发生 往往是因为侵略者 对自身实力过于乐观 此外 没有战争是意外发生的 意外事件会发生 但意外事件只会是战争的借口 而并不会成为国家开战的决定性因素 博明指出 一个国家之所以会选择战争 是认为战争带来的利益 可能会高于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博明认为 国际社会目前对中共领导人 习近平的世界野心认知不足 习近平长远目标 不仅仅是移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更是要让中国进一步掌管国际秩序 让北京成为新的世界霸主 因此习近平谋求世界霸权的第一步 将必定是并吞台湾 博明指出 国际社会若要避免一场台海热战 美国与日本的西方盟国该做的事 就应当是削弱中国在战争中的自信 让中国意识到 一场对台战争很可能会失败 而且旷日费时 他强调 美日两国应对台湾做出更为明确的安全承诺 如此 北京才不会误判美国害怕或不敢做出承诺 而任意对台湾付诸武力行动 博明还警告说 外界通常认为 两岸应多设立热线以避免意外导致战争 但这一前提并不成立 因为意外事件只会是北京发动战争的借口 而台湾应展现保卫家园 自由与主权的意志 这将会是吓阻中国不敢动武的决定性因素 他呼吁台湾增强军事训练 依此警示中国 入侵台湾要付出多么重大的代价 研讨会上美国兰德公司国际与国防问题高级研究员库博则提出 台湾对于国际战略而言具有三点重要性 首先台湾的地理位置在第一岛链的中间点 这是国际航运的重要航线 对于日本以及美国的区域盟友至关重要 其次 国际社会高度依赖台湾的半导体产业 第三 台湾是亚洲民主的灯塔 他认为 从中国针对香港政治渗透的种种行为可以看出 北京并没有要和平解决台海问题的意图 因此美国不能放任台湾落入威权主义国家手中 与会的日本东京大学国际政治教授松田康博也指出 美国有责任守护台湾 若台湾被中国武力并吞 届时 日本也会对美国的安全承诺和防卫能力产生疑虑 美日两国学者均认为 美国和日本政府应该给予台湾更明确的安全承诺 通过展示战争成本的方式 下阻中国 以阻止习近平可能的对台武力威胁 美国总统拜登近日明确表示 若中国武力犯台 美军将防卫台湾 外界担忧 美国日本等盟国对台战略过于清晰 或做出更多承诺 将有可能导致两岸关系出现恶化 库博接受本台记者提问时 就此表示 我们不应该过度担心 中国如何看待美日同盟更加深化这件事情 他认为让北京知道美日关系正在深化 并抢明美日两国对台承诺 才能有效下阻中国的扩张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源源 随着北京当局对台湾武力威胁持续升级 美中关系除了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外 维护台湾海峡 乃至印太地区的安全稳定 也日趋成为两国战略竞争的焦点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 本周五表示 美国应该坚持对台战略模糊政策 为美国协防台湾扩大范畴 请听本台记者经纬的报道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 10月7日在南加州大学的一场研讨会上表示 在台湾议题上 美国应继续坚持战略模糊政策 任何偏离这一政策的行动 都有可能伤害到台湾 以及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陆克文说 这种战略上的模糊性应该坚持下去 这与尽一切努力建立国家威慑能力 并不矛盾 我们的台湾朋友知道 他们不仅在慢慢增加国防开支 还修改了征兵计划 尽管他们仍然需要强大的外界帮助 但现在是让台湾开始思考 再次与大陆展开政治对话的时候了 与会的美国白宫前国家安全顾问 本罗兹则认为 拜登总统近期连续表态协防台湾 是借此向北京发出警告 他说 除非我们在政治上决定为了保卫一个国家而开战 否则我认为 做出出兵协助台湾这种公开承诺是非常危险的 罗兹表示 拜登以四次公开表示会协防台湾 但白宫也四次重申 战略模糊政策并未改变 这并不是拜登总统失言 因为在中国入侵台湾时 战略模糊政策并未明确 美国不能向台湾提供协助 不想让中国知道 虽然我们没有真实宣布保卫台湾的承诺 和捍卫台湾的义务 但我们对此真的很认真 所以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 今天9月 美国总统拜登在一档节目中表示 如果中国武力犯台 美军将会保卫台湾 这被外界解读为 美国在台湾议题上改变了此前 战略模糊的立场 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重申 美方的一中政策不会改变 陆克文预测 受过内经济下行和俄乌战争陷入僵持的影响 中国当局将寻求对内巩固权力 对外重回 与美国建立稳定关系 他说 根据中国政府的内部推演 与美国在台湾议题上发生冲突 有太多战略风险 所有失败的后果 都会导致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政治生涯的终结 也会动摇中共的长久统治 罗兹指出 美国政府也已从俄乌战争中吸取教训 必须通过提高入侵成本来阻止中国侵犯台湾 上月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票通过2022年台湾政策法案 提出法案的参议员外委会主席梅嫩德斯在声明中表示 美国不寻求战争或加剧美中紧张关系 恰恰相反 通过提高武力犯台的成本 会使风险过高而无法实现 我们正在谨慎和战略性的降低台湾面临的生存威胁 陆克文指出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尤其是17年以来 美中的二元对立 已导致世界各地的第三方国家卷入这场大国竞争 并且越发举步维艰 通过四方安全对话联盟重新部署印太地区的政治经济 以及战略力量重建平衡是重要之法 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给予更广泛的亚洲国家 尤其是东南亚和东北亚更多的回旋余地 17年 美国前特朗普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 自此美国也拉开了全面修正对华关系的序幕 陆克文表示美国推进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参与 并开展与中国的合作 两者并不矛盾 他认为战略竞争的同时 还应为两国创造足够的政治和外交空间 以便美中及其他国家能够在气候变化 全球金融稳定 以及核不扩散等领域达成共识 只有亚洲电台记者经为华盛顿报道 中共中央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会议将说明20大报告的讨论内容 以及说明中共党章修正案的修改意见 有学者认为 中共修改党章最关键的是要进一步突出 习近平在党内的地位 以下是本台记者古婷的报道 中共第十九届七中全会 十月九日在北京 金西宾馆召开 金西宾馆大门口一侧 竖着一块鞋有军事重地的牌子 宾馆门前的十字路口 禁止路人通过 宾馆正面及两侧 由警察和军人戒备 在会长100米以外的行人路上 有警察盘查路人的证件 盘问对方前往何处 另有多辆警车 特警车 以及便衣人员分布在 宾馆附近200米范围内巡逻 新华社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向十九届七中全会做工作报告 并就十九届中央委员会 向中共二十大的报告的讨论稿 做了说明 王沪宁则就中国共产党张成修正案 向七中全会做了说明 海外学者吴刚本周一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 二十大政治报告 内容首先是要进一步体现习近平推行的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其次是通过修正党章 进一步确立习近平在中共党内 至高无上的地位 他说 上周有媒体报道 确立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是党核心和统一领导的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 廖江写入中共党章 并把习近平过去十年的新时代定调为伟大变革 在党史以至于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党前海内外人士对中共二十大报告和党章修正案内容有着极大的兴趣 但以分析为主 吴刚认为从目前形势看 习近平终身连任的机会再增加 他说 继纽约时报中文网周一报道 中共二十大预计习近平将在会上获得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第三个五年任期 为他将权力巩固到几十年未见的程度铺平道路 在习近平领导下 中国已成为在世界上占支配地位的制造大国生产的东西 从水泥到太阳能电池组建无所不有 中国也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和最大债权国 报道称 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的经济目前已陷入恶化状态 对此 资深媒体人高瑜对本台说 最近十年 中国的经济从两位数的增长跌至实际上的负数 现在实际上都跌到负数了 连那个国际的评估的单位呢 也一再给国今年的经济的增长往下降 中国自己的教授向松作都说是一点几 你看现在中国经济成什么样的 尤其现在还到处清零呢 为确保中国二十大顺理召开 有上市公司向其员工发出 二十大旗舰员工出京承诺书称 中国能见对在京所属企业二十大旗舰人员流动审批要求 某某公司严格限制本部门人员二十大旗舰一切出京活动 因本部门生产经营工作需要 确需出京开展业务的需提出申请 并承诺11月1日前不返回北京 北京朝阳区一网民对记者说许多企业通知员工二十大前停止出差 北京海淀区居民王先生告诉本台 所有居民都被小区拉入微信群 美湖居民须表态承诺在中共二十大期间不说不利于当前形势的话 谨言慎行 居民在微信群的回复就两个字收到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古庭报道 习近平上台后 对知识界采取比以往更加严厉的打压和钳制 造成知识界普遍的犬儒态度 同时也有不少知识分子专而拥抱国家主义 民族主义 为权威政府大唱赞歌 但即使在这种万马其音的局面下 仍有知识分子个体在为尊严和承认而坚持抗争 以下是本台习近平这十年系列报道的第六集 由记者王允撰写制作 这几年 吴强时常要拼尽全力来维护自己的尊严 今年9月10号教师节当天 作为清华大学前讲师的吴强 接到了北京市海淀区法院的一审判决 维持了清华大学去年对他做出的解聘决定 这个判决距离2015年清华校方 因为吴强从事香港占中运动等社会运动研究 而将其停职已经七年有余 吴强迅速在9月21号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寄出了上诉书 他认为他所争取的是清华大学对待一个 有着国家事业编制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 也是个体人权的尊重 整个尊严是靠一个国家体系保障来维护 在吴强看来尊严的本质在于承认 无论是一个底层人民 一个匾足底手的一个劳作者 还是一个最高层的领导 或者中间的知识分子 或者是一个资本家 企业家 得到承认 我觉得是他的尊严的本质也是最重要的 但在当前的中国 敢于批评当权者 或者从事引起当权者不悦的研究的学者 往往是得不到承认的 他们常常被噤声 停职 开除 甚至判刑和坐牢 就在吴强曾任职的清华元 法学院教授许章润 2018年通过网络发表 《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一文 批评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把国家引向了倒退 很快就被警方以涉嫌嫖娼罪为由带走 并遭到清华大学的开除 在面临清洗的形势下 有些知识界人士 趁着外出访学的机会展开逃亡 原中国政法大学讲师 人权律师腾彪 2014年也逃亡到了美国 腾彪告诉本台 我是2014年9月份来到美国 当时接受哈佛大学的邀请 做访问学者 当时的背景就是 许志勇王公权等等 参与新公民运动的很多人 包括丁家喜 赵长青等等 都被抓了 许志勇丁家喜腾彪 都是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 许志勇和丁家喜 目前还在中国的狱中 在江湖时代 也有一些知识分子 包括一些维权人士 意义人士流亡海外 但是和2013年之后 相比那人数是非常少的 知识分子的流亡 在现代史上层出不雄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政前后 胡石 张爱玲等一批知识分子 脱离大陆 投奔台湾 香港 或其他国家和地区 流亡显示出 这些知识分子 对政权的批判姿态 也凸显出现代知识分子 这种身份的体重之意 同标认为 按照这个标准 今天中国多数 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 并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因为他们没有体制上的 经济上的独立 也没有思想上 精神上和知识上的独立 那所有的大学研究机构 都是中共控制 他们要为了这个饭碗 而不敢去独立地发表见解 但这种对知识分子的定义 是可以争议的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魏简教授认为 对知识分子的定义 需要判定作为前提的学术传统 受访者为书面回复 我请同事代读 现实主义者来说 比蓝锡 知识分子只是为当权者 生产知识的人 在道德主义传统中 有资格成为知识分子 意味着要达到某种道德标准 他强调 中国并不缺乏 愿意为国家或市场 生产知识的专家 腾标在北大法学院的学长 北大法学教授江士公 去年被任命为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 负责整个北大的人文社会科学 科研管理工作 江士公在学界 作为德国法学家 卡尔·施密特 在中国的推介人而闻名 在20世纪初叶 施密特为德国纳粹党 提供理论支持 被称为纳粹的贵官法学家 从九四年代末到两千年代初 通过刘晓峰 《将士公》等人的著作 施密特的学说 在中国学界一度风明 在国家主义的笼罩下 近十年 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 还出现了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 2019年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税学院副院长 金灿荣 在一次公开讲话中 对台海局势表态说 澳门大学荣修社会学教授 郝志东教授分析说 这种论断 发映出这些学者真正的认识 对于那些 以学者身份出场 但与政府立场紧密捆绑在一起的人 有舆论称其为有机知识分子 郝志东教授认为 在国家主义 民族主义旗席之下 有机知识分子与当权者之间 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关系 但他强调 关键可能还是当权者 当然关键可能还是领导 领导想什么 有个什么主意 然后让你来给我讲 给我强化我的观点 除了权力之外 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立场的 可能还包括市场 金钱等因素 吴强认为 过去十年 中国知识分子 在被驯服后 开始转向 在压力 金钱 市场 诱惑之下 流量的诱惑之下 出现一种 集体的转向 这种转向 它是需要伴随 对人对尊严的态度的 一种认识的变化 需要伴随 人格的变化 需要伴随 放弃 就是自愿 为奴的一种 一种心理 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 权辱化趋势 同彪认为 这会导致 对整个社会的伤害 它对一个 一个民族知识的积累 对一个民族 文化的传承 包括这个 精神的独立 都是 毁灭性的影响 与此同时 从道德主义的传统看 知识分子也正在失去 其独立于权力的角色 中国知识分子 中国民众的 这种权辱化 就是缺少独立人格 缺少批判精神 等等 这种东西 既是这样一个专制 集权 带来的结果 同时 也是 维护集权的 重要力量 身在北京的吴强 现在正按照自己的方式 在坚持 知识分子的职守 在被中国现存的 学术体制排除后 吴强却感觉到 自己意外地 获得了某种解放 那就是我在国际媒体上 我更多地发表的评论 我在个人的这种 专注的研究的撰写上面 接受各种独立机构的邀请 资助 就是从这种 严格审查当中 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出来 吴强强调 在中国威权体制 残存的严论空间中 他所坚持的政治学观察 和评论 成为了社会稀缺的反馈 艰难赢得了当权者的承认 他说 为承认而斗争 正是现代性的核心 自由亚洲电台 王允 华盛顿报道 中共二十大将于周日召开 中国各地政府突然加强疫情风控 甚至采取奇葩的措施 比如新疆 云南当局 要求滞留的旅客在当地就业 直至二十大结束 另外 由北京居民 十一假期外游期间 收到短信提示 建议不要回北京 请听记者古婷的报道 二十大会议前 中国新冠疫情感染人数 突然暴增 根据官方本周一宣布 前一天新增 1939例本土新冠个案 包括373例本土确诊 和1566例本土无症状感染 新增本土确诊 以内蒙古的 119例最多 其次是新疆70例 广东31例 以及北京13例 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 同样以内蒙古 占最多有559例 新疆376例 以及上海31例 和广东24例 上周末 滞留在新疆首府 乌鲁木齐的上海旅客 发消息说 乌鲁木齐经济开发区 通报 滞留旅客中 80%为外地务工人员 当局已经组织人员 搜集滞留旅客就业意向 联系在当地的企业就业 也有人在微信说 有人滞留已经两个月 在新疆摘葡萄 薪水每日一节 也有人被分配去 给烤羊肉串的打下手 20大后才可返回上海 在云南西窗板纳 也有一批外省游客 也被当局要求原地就业 政府带为联系企业 对此苏州前中学教师 潘鹿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在中共召开20大 不到一周的日子里 各地相继出台 刚性防疫措施 已经不是出于 控制疫情扩散的目的 而是控制社会的手段 他说 游客改成当地临时就业 确实跟短期的牢教非常类似 对于那些没有疫情的地区 强行推行防疫措施 纯属私出无名 就是出于对社会的控制的目的 用行政命令将一个省的外地人 强行打上红码等等措施 说明权力没有任何的限制和编辑 潘鹿认为 此番紧张的气氛 彰显中共二十大权力过渡 不太平稳 各方势力明争暗斗 用防疫手段达到维稳的目的 防疫作为借口 他相信二十大后 这种维稳手段还会延续下去 本周日 没有疫情的山西省 永济市政府发布实行 临时性全域静默管理的紧急通告 7日20时至10月9日24时 全市实施静默管理 另外浙江省宁波市当局 10月8日决定 对河南全省在宁波的6.3万人赴红码 引发河南方面的不满 批评宁波搞防疫一刀切 此日宁波当局旧事件致歉称 由于在操作中简单化 造成被驸马者范围扩大 现已纠正 中国各地官员为了清零和维稳 采取一刀切的维稳和防疫措施 早已引发不满 武汉肺炎受害者家属张海对本台说 网上视频显示 上海交通大学一名女学生 被封控她用颤抖的声音哭诉道 北京市房山区延村镇一居民 唐女士告诉记者 当地一个村两个月没疫情 但遭到长期封控 有北京网民抱怨十一黄金周外出 结果他们同时发现 他们的手机北京健康宝全部出现弹窗3 提示弹窗3的手机用户不要回北京 网民质疑当局此举是控制疫情传播 还是限制普通人入京 没有任何风险地区被弹窗 却不给解释这是为什么 黑龙江省哈尔滨警方近期禁止访民出城 网民提供的一段视频中 以居民说 哈尔滨市公安局到外分局提示告示出 上过访都不允许出城 亲属上过访 亲属出门都不行 这政策太吓人了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古庭报道 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 中国各地政府均严格限制公民到北京上访 安徽宿州有强拆户 与当局达成调解协议后同意不再上访 但事后却被当局抓捕拘留 不到一个月就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两年十个月 今天记者高峰的报道 本一表示愿意妥协 不再到北京上访的安徽宿州公民李本才 两个月前被公安带走后遭刑事拘留 李本才女儿李莹表示 当局的行动来得很突然 就连拘留证也是临时准备 李本才因为强拆房屋等问题已经维权接近二十年 但是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我们的土地被这个征收没有拿到一分钱 还有我们的房屋被强拆 还有我们的有四亩多地的果树被强行的征走 然后现在我们没有见到一分钱 就是因为这个事才去上访 今年二月李本才曾在北京拉横幅抗议 其后被地方当局解访送回宿州 八月初李本才到宿州信访局上访 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其后李本才被正式逮捕 五天后案件被移送法院起诉 九月二十九日 宿州永桥区法院一审宣判 裁定李本才寻衅滋事罪程判刑两年十个月 根据判决书 李本才已上访相要挟 给街道办事出施压 强拿引咬不合理钱款 共计四万一千多元人民币 破坏社会秩序 李颖则表示 父亲只是向当局追讨 从北京被送回宿州所造成的损失 并没有趁机要挟政府 他指的是我父亲就是上办事处 要他这个在北京期间的这个 房租的押金和屋内的物品 以及损失 工作需要用的工具 还有电脑这些所有的东西 他不是经过几次这个调解吗 每次调解我父亲肯定要不到办事处 去去啊去沟通 所以说他们就是认为我父亲 是多次上办事处去闹 他们就是怕我父亲上北京去上访 他们呢就是说我爸给他们三八办事处 以上访为理由 要挟他们给三八办事处施压 三八办事处才迫使这个迫于这个压力 才给的这个钱 然后定了这个罪 法院以收调和调解协议作为李本才的罪证 家属却认为这些所谓罪证 正好证明年仅七十的父亲是无辜的 从逮捕到开庭判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这边开庭过当庭就判了 而且判两年零十个月 我觉得这个判决是我们是不服的 因为我们是有调解协议的 是经过你办事处同意的 然后才给我们这个钱 一个七十岁的老头 有什么能要挟到你们 对吧 肯定是你们做的事情不能见光 要不然怎么说 就是他的一句话就能让你去给他钱呢 关注事件的江苏访民吴季欣 日前在徐州市中心举起多条横幅 声援李本才 吴季欣认为安徽当局迅速把李本才抓捕判刑 是为了对外发出警告 任何人在中共二十大召开期间 到北京上访都要不李本才后辰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被美国制裁的俄罗斯钢铁大亨 穆尔达绍夫 其超级游艇现身香港 引起国际关注 美国政府警告香港政府 此举等同于鼓励被制裁人士 把香港视为避风港 港府表态回应 表示不会实施个别国家的单方制裁 相信请听记者陈子飞的报道 俄罗斯富豪莫尔大赵夫的超级游艇 从上星期开始停靠在香港 因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关系友好 在俄罗斯战事后 他也被美欧和欧盟等纳入被制裁名单 使事件引起国际关注 外媒引说美国国务院对事件回应 指香港允许该游艇停靠 可能会使香港被受制裁人士利用 以作为制裁措施下的避风港 又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 应该遵守国际法律和准则 警告香港的做法会使外界质疑 香港商业环境的透明度 影响香港商业的前进 香港特区政府周一回应美国的警告 表示香港特区政府一直全面实施 和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施加的制裁 但对个别国家的单方面制裁 香港特区政府没有权利也不会实施 香港法律界前立法会议员国荣坑 对本台表示他在担任香港立法会议员时 曾经与香港政府的官员讨论 如何处理朝鲜被美国当方面制裁的情况 当时港府的处理与现在大有不同 其实以往来说最大我们处理过 和北韩有关的制裁令 以往香港曾处理有关朝鲜的制裁个案 有联合国颁布制裁令的内容 香港政府会立即跟从 但有些制裁项目并没有包括在联合国制裁令当中 是由美国单方面提出制裁 在是否需要跟从相关项目的问题上 我曾以港府官员讨论 以往香港政府会低调处理 例如朝鲜的游船 香港政府以往是不允许他们进入香港水域 加油等工作都是在公海进行 香港是绝对不会让朝鲜的资产 大摇大摆的是香港的制度为避风港 他表示香港政府在回应上面提到 对俄罗斯相关的制裁并非联合国的决议 香港政府没有权利采取行动 在法理上这个说法没有问题 但实际上允许被美国制裁的人士靠岸 对香港会构成很高的风险 他相信美国等国家会密切留意香港的情况 再决定下一步的回应 根据新港府新岛日报在专栏报道引述的消息 该游艇会在香港停留两到三个星期 主要是进行补给和船员换班 香港时事评论员练一针表示 按照国际惯例和人道的做法 如果船坡有需要补给和维修 是可以短暂靠岸 但如果按照相关消息所说 停靠的时间长达两个星期以上 香港难以洗脱避风感的嫌疑 如果只是简单的来打一点水 然后就走 那大概没有关系 因为这种事情是所有的国家 无论是什么情况之下都可以做的 但是要停两三个星期 那就比较麻烦了 因为美国觉得你不需要那么多时间 那么在这里做什么 是不是有一些不可高人的教育在内 比方说可能团案上面 如果有些什么可疑的人物 要从香港离开上岸以后 做些什么事情 那些都是有问题的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 研究员宋国成表示 事实反映 中国政府是利用香港自由港的地位 以及国际法的漏洞 暗中协助俄罗斯 一个小小的香港的特区政府 它哪有那个胆量和权力去决定 我相信这个特区政府 也不敢去承担这样一个重大的风险 让这个富豪停靠呢 当然一定是报告了北京 然后得到了北京的同意和授权 香港因为它拥有一个自由港的特性 中共和香港特区政府 就是有一种专法律漏洞 这种投机 然后这种暗中的这样的部署 这样的一个做法 这完全就是北京的一种 暗地支持俄罗斯的一种做法 他表示香港在这次事件上 虽然处于被动的角色 但在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 会向国际社会发放不友善的态度 对香港的国际形象 会造成负面的影响 旧亚洲电台记者陈止飞台北报道 美中关系在涉及人权 台海安全等问题上日趋恶化之际 半导体科技目前又成为 两国战略竞争的最新领域 美国政府日前推出 针对半导体制造和先进芯片生产的 对华出口管制措施 以此遏制中方利用美国技术 从事其军事和经济竞争野心 有专家认为 美方此举将重创中国整体性的科技行业 以下是本台记者经纬的报道 10月7日 美国政府宣布了限制向中国出售半导体技术及设备的全面新措施 此举有望彻底切断美国芯片制造商向中国输送高端技术及设备的途径 而其中一些规定已立即生效 外界普遍认为 这些措施可能是美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华政策发生的最大转变 相比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时期类似的对华技术出口限制 拜登政府新措施的内容更为扩大化 包括企业必须获得特殊许可证 才可以向中国输送先进的芯片产品及设备 纽约时报援引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 大部分许可证的申请标准极为严苛 美国政府上周五公布的新规还包括 进一步限制使用中国科大训飞 大华技术和矿式科技的产品 此外新规还特别禁止为中国超级计算机系统提供相应芯片 本台此前报道 为中国提供这些芯片的制造商英伟达和超威 曾接到美国政府出口禁令 本次新规则再次将发给这两家公司的指令正式化 在美国的美中科技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谢家业说 美方此举必将重创中国科技行业 半导体的行业 中国一直是没有什么进展 所以如果美国像这样继续对中国停止出口的话 中国的这个不是半导体行业崩溃的 很多高科技的这个行业都会受到影响 超级计算机 包括这个AI 包括这些商用的这些手机 或者精密的一些电子仪器 中国现在基本上它自己国产的 它比较可靠的 只是做到二十几个纳米 从美国从世界上面比较先进 它已经做到了0.7 0.5纳米 这种不是一个概念 此外 美国商务部日前还将中国顶级芯片制造商 长江存储科技公司等30亿家中国公司 列入未经核实清单 该名单距离美国商务部更为严厉的实体清单 仅差一步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10月10日在答记者问时就此回复说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此外 根据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新细则 美国除了限制有关半导体技术及设备出口中国外 还特别限制美国企业和个人未经许可 不得在某些位于中国的半导体设施中参与集成电路的开发和生产 这项规定将于10月12日生下 美国商务部负责工业和安全的副部长艾伦 埃斯特维兹在声明中说 我们的政策是确保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适当的采取一切措施来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 并防止具有军事用途的敏感技术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情报和安全服务 美国全咨询顾问公司总裁斯坦利赵告诉本台 新的制裁措施将对中国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 尤其是在主要使用低技术芯片的行业 如汽车 机器人 家电和消费电子行业 这些市场中的产品有超过50%来自中国 可能会造成全球供应短缺 美国和世界也将不得不接受这些后果 他认为美国此举可能会招致中国的报复 包括制裁参与美国国防相关业务的公司 如波音 通用电器等 受美国新措施影响 中国半导体芯片企业的股票 在周一开盘时出现暴跌 互生股市芯片 ETF指数基金 半导体 ETF指数基金等下跌6% 据彭幕社消息 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 在香港市场下跌5.2% 创8月15日以来最大跌幅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经纬 华盛顿报道 用暗网访问自由亚洲电台 闭开老大哥的眼睛 为了协助读者能够安全地获取 被中国政府封锁的新闻 自由亚洲电台联手开放科技基金 为普通话部和粤语部 特别开辟了 伪赘为.onion的暗网网址 中国大陆的读者可以借助此网址 匿名访问本台 新冠病毒爆发之后的一个月 中国民众怀抱着对真理的渴求 勇猛地翻越防火墙 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网站 访问量暴增 社交媒体粉丝数也取得历史性突破 自由亚洲电台目前有三个暗网网址 英文版 www.rfa62zl6z6owmtlf.onion 斜线english www.rfa62zl6z6owmtlf.onion 中国已经连续四年被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 评为侵害网络自由最严重的国家 为了抗衡中国政府的高压封锁 自由亚洲电台如今也加入一些其他国际媒体的阵营 为公众提供暗网入口 以浏览最新疫情消息和其他敏感新闻 包括香港民主抗争运动 维吾尔人和西藏人等少数群体所遭受的严酷迫害 读者可以使用基于火壶的洋葱浏览器 匿名访问以上网址 该浏览器最初由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设计 可以通过像洋葱一样的多层加密结构 屏蔽互联网用户的地点和身份 绕开政府的审查和监控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据民生观察网的消息 中国大陆人权律师令其磊透露 已经被积压五年的人权律师李玉涵 日前健康状况堪忧 李玉涵生于1957年 1990年开始在辽宁做律师 因举报沈阳是黑社会 遭到作为黑社会保护伞的 沈阳市警方打击报复 多次遭到警方关押和暴力对待 五年前的2017年10月9号 李玉涵前往沈阳办案时 被当地警方带走 被隔离监禁 其后李玉涵被正式逮捕 但又多次被拖延审理 2021年该案进行审理后 又拖延宣判 俄罗斯从10月8号开始 对乌克兰发起了连番导弹袭击 美国《华尔街日报》说 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最大规模的袭击 外界认为 俄罗斯此番袭击 是为了报复乌克兰 在克里米亚大桥制造的爆炸 俄罗斯总统普京 指责这是乌克兰制造的恐怖事件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 周一对媒体表示 俄罗斯已经向乌克兰城市 发射了75枚导弹 有40亿枚被击落 这些导弹击中了包括 首都基辅在内的 多个大城市的重要建筑 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 其中 德国驻基辅大使馆的签证处 也遭炮火击中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认为 这些袭击还想摧毁 乌克兰的能源系统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 已经提醒中国公民 乌克兰全境空袭频繁 不要往返乌克兰 但居住在基辅 网民为乌克兰大叔的 中国公民在推特上表示 俄罗斯想通过这种方式 恐吓乌克兰 让乌克兰不站而驱 这是徒劳和妄想 香港星期一 有民主派人士刑满出狱 包括因多宗非法集结案 而复刑近一年半的 前民阵召集人陈浩环 他对民阵解散感到遗憾 各位听众 这次亚带报道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